创业版大英镑吓死人 科技下午会不会逆转 当前下跌会是空头陷阱吗 今天是7月1号上午11点钟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商政 商政的话呢 接着到当前它还是红盘的状态 在周末的时间呢 讲到证券的上周五大挑水新低会不会拖的大盘 当时指出金融权重 并非一团和气 那么今天上演的局面是什么呢 像商务盘 证券一度新低 甚至跌到跌幅超过1% 而对应的在金融权重当中 当前像地产银行建筑 有护盘的动作 而酿酒保险证券医药延续弱势 这导致商政指数今天还保持空盘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前面的反复讲到这个位置的剧情就两种剧本 哪两种剧本呢 一种剧本 视为新的五分钟中枢构建 从3174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那么当前的剧情呢 如果说以五分钟中枢构建或者是中枢震荡的一个节点来去看待 那么如果说向下 视为空头陷阱 向上的话呢 要看力度能不能增强 那么空间的话呢 先观察前面这一个 最近的五分钟枢 3010到3030的节点能不能渔度过去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震荡也好 或者是下探也好 完全没有必要恐慌和担心 那么我们再看创业创业版纸 创业版纸说呢 今天的下探 很剧烈 也很吓人 它的背后的话呢 更多的是创业版的权重 例如说像东方财富 机遇新低 例如说像宁德时代 机遇新低 也就是说 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像这种权重类型的个股 动辄起千亿四值的盘子 出现这样的一个中阴 或者是大阴 或者是持续新低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这样的拖累是非常的明显 而从个股的表现来讲 今天还算是温和 因为地平板也好 大跌7%以上的个股并不算多 同时的话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当前的一个状态呢 是商务盘 不管是科技也好 像能源鲤铁 体材等等是属于全面偏弱 这个全面偏弱的话呢 可以理解为纯量市场下的资金悄悄板的效应 因为呢 像地产建筑 这些方向的话呢 吸纳了部分资金 而对于流向体材方向的话呢 资金有限 这是一种理解 另外的话呢 我们再来思考这个位置 向下下跌会不会空中陷阱呢 那么我们从深圳城址 以及护深300指数 来进行看待 像深圳城址的话呢 今天上午盘刚刚破一下前面的地点 那么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呢 日开从9805的位置 还严格来讲还是日线的一笔下 新低了 那么呢 把前面这个底分给破坏掉 那么呢 它还是日线一笔下的延续中 你要是依然求稳妥的话呢 依然等待一个方量的强反薄的阳线 呈现强底分行了 作为你的 经常的信号 那么从内部结构来讲 这个位置个人认为 它是出来什么状态呢 从9805的位置 当前呢 可以把它视为第三个五分钟中枢勾建的阶段 第一个五分钟中枢 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第三个五分钟中枢 当前呢 可以把它视为第四个 第四一个五分钟中枢勾建的阶段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新低了 因为前面这一段呢 是急跌的 前面这一段是急跌的话 这个位置急跌新低 那么它和他们之间是保持背词状态的 保持背词状态呢 也就是说 新低之后随时可以再拉上来 拉上来的话呢 从而继续勾建新的五分钟枢 这是一种巨型 想要转强的话呢 向上有力度 回落不给新低 然后呢 开始上演新的五分钟 向上转势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下跌 空中陷阱的可能性 依然比较高 这是对于深圳存值 那么我们再来看 护升 三百指数 护升三百指数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状态 也是大同小异 对应的 从阶段性的高点三千七百零三 这个位置一个五分钟中枢 第二一个五分钟中枢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呢 依然把它看成新的五分钟中枢 在那的一个状态 因为前面的五分钟走势升长 它迟迟没有真正转强 那么如果向下 破一下前面低点了 但是呢 只要没有出现这种急促的向下 刹跌的一个节点 背词状态保持 那么呢 可以视为下跌 背词 空投陷阱 那么随时来上来 如果说没有把前面低点铺掉 想要转强 他需要呢 快速的把前面这样的平台给预估去 并且呢带有方量 好 这是护营三百指数 那么对应的 从市场观察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呢 当前依然中脸观察科技板块 今天上午盘虽然说整体呈现下跌 那么在今天下午盘 包括明天 中脸观察资金有没有动作 资金何时动 资金动什么 资金不动 那么呢 我们耐心观察 资金一旦动了 你能够及时的捕捉到 作为一个优秀的交易者 一定对市场的资金 要保持足够的敏感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市场的态度上任 它依然是属于五分钟的中枢构建的阶段和状态 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的这样的新低 更多的是像 不管是东方财富也好 宁德时代也好 像一些创业板当中的权重 大市类型的个股的下跌 而这类个股的下跌的话呢 对应的往往 伴随一些基金的被动赎回 因为它本身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倾向于资金抱团类型的 好 那么下午谈 包括呢 在明天 桌面观察的是 体材动不动 动在什么方向 资金有没有明显的 动作和进攻 有机会 没有的话呢 多等待一下即可 好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个人不悲观 大家呢 要理性的去看待 但是没有真正的转强的信号 或者没有资金进攻的信号 那么呢我们还是要管理所睁大眼睛 资金动了 那么呢 足够敏感的短线机会的上演 如果说你等他看到连续的阳线出现之后再想去试探 强还不好 如果不强的话呢 可能又是把握错的节奏 例如说像前面的阴阳交替 其实每一次下跌 你要观察他下跌的逻辑 它是属于空图的进一步加强 还是属于内部分钟级别的中枢构建 以及资金的态度 尤其是在科技方向 好 这是重点观察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今天盘中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